三藩市一名市府現任職員和一名前市府職員被指控涉及賄賂、濫用公共資金和利益衝突等多項重聚 他們分別是53歲的三藩市社區挑戰撥款計劃主任Lenita Henriquez 和56歲的公關公司DRJ Enterprise的總裁Durin Jones 在昨天上午三藩市高等法院已經向二人發出逮捕令Henriquez已經被拘留 但截至星期二下午Jones尚未被拘留 地檢官和聯邦調查局特工已經在三藩市和Alameda縣的多個地點進行搜查 Jones曾擔任前市長劉森的副參謀長 還曾被已故市長李曼賢任命為三藩市合同監管部門的地方商業企業小組委員會成員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刑事起訴書中指出 在2016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間 Henriquez和Jones將公共資金來用為自己和他人所用 該起訴書還表示 Jones在2017年2月至2018年10月期間 向Henriquez支付了一系列的支票 總額達到25,000元 據稱在2016年7月至2020年7月期間 Henriquez以官方身份代表三藩市 在和Jones的控制下簽署了23份合同 而他卻在這些合同中獲得經濟利益 Henriquez在簽署合同的之前和期間 在Jones的控制下總共收到32,942元 而他的家人和伴侶總共收到156,821元 Henriquez和Jones分別面臨6項賄賂罪 23項政府合同中經濟利益衝突罪 以及一項挪用公款罪的指控 任何人士如果有關於這宗案件的訊息 請自電三藩市地檢官辦公室特別起訴組 電話是628-652-4000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請自電纜先生 請自電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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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電采